在遥远的数百年前 中国曾有一条特殊的道路 它促使着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 它也曾使中国的瓷器扬名天下 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关于它 我们知之甚多并且永远铭记 但是当初赋予它一切荣光的港口泉州港 早已遗忘于世人的脑海中不知数百年 泉州乃是千年古城 才以开放性和繁荣外贸行业 让全世界驱之若乎 早在唐朝时期 它的囤土量就已经是世界之最 到了原末明初时期 泉州港到达它的巅峰时期 有过千帆进发刺统港 百隔征流死仇怒的繁华景象 毫无疑问 世界第一大港在那个时期飞它莫属 但是英雄也会耻目 中国古代政治是主导一切的绝对力量 泉州港因为政治性因素而没落 丧失了往日的辉煌景象 泉州港一共经历过三个时期 唐宋时期的初级阶段 元明的巅峰时期 以及明清的没落 泉州港位于福建 原本属于蛮荒之地 但是等于于唐代五代十国的政治动乱 大量的逃亡人士 已经失败的政治军事家 进入了这一块天选之地 在民不聊生的年代中 泉州真算得上是一片净土 逃亡而来的人们 为这块地方带来劳动人口 以及生产技术 这为泉州港的开发 和初期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 人一多就会有相应的 完善政治制度出现 当初这块地方的统治者 就利用了这些逃难者 因地质疑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措施 追根溯源 是当初福建王王审之 并没有采取敌对的封闭性管理 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 去建设福建 在大力发展福建经济的同时 对于一系列的文化思想 也不予禁止 这就导致了 在福建这个地方的风气 比起其他地方 是更加的自由 和开放的 这就为泉州港的自由贸易 奠定了政治基础 让人感到有趣的是 似乎这个王室家族的人 都比较开明 例如王延宾任泉州长官之时 在泉三十年 仍遂封念 美发蛮博 无师 堕着 人因未知 招宝世老 特别注重与南洋诸国的海外贸易 在王室集团的苦心经营之下 泉州由一个蛮荒之地 变成经济大都市 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兴盛 直接就让泉州的战地密集 扩大了唐朝的七倍不止 并且在城墙的周围 种上了刺铜 这就成为泉州港 知名的象征 就好像世本的樱花一样 让远道而来的商人 首先记住的不是泉州 而是刺铜 因此再后来 泉州港的名字 在外国人的口中 就变成了刺铜港 正如八米通知记载 五代时留从孝 众家板柱 旁执刺铜环绕 宋吕造诗 明海云霞绕刺铜 往年成锅为谁风 这姑提困悲前世 道寇相消 简旧容 奇目高大 而之夜未貌 初夏开花极仙夜 如夜仙萌芽 而花后发 则五股风俗 故未知 瑞统 在王家人 宁为开门首度节 不做闭门天子的政治领导下 泉州特别注重 与外国商人的贸易往来 不仅欢迎外国人的商人 来此贸易 还大力鼓励 该地百姓从事商业贸易 当时在该地的百姓 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原人士 对于这些事情 更是得心应手 很快 泉州港就与以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泉州港 在宋朝时期已经得到发展 但是 那毕竟是地方土皇帝支持下的小港 与当初国家支持的广州港 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但是经过了南宋末年的动荡之后 广州港受到极大破坏 并且这种破坏是长时间的 于是 元朝建立以后 就将对外贸易的重心 转向了泉州这个地方 并且在一段时间的经营下 泉州超过了广州 泉州港迎来了港声巅峰 得到国家青睐 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第一大港 根据穆安吉记载 经魏王涛海死 南海平 广东之户十号八九 这里就说明了 广州港已经是危在旦夕 元朝之后 在国家政治的主导下 大力经营泉州港 社会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员流动的密集 无一不是泉州港 崛起的重要因素 在这里较为重要的是 泉州出现了农副产品的 大规模商品化 说明了泉州地区商业之繁荣 不仅农产品 当时中国的磁制品和磁器 都需要通过泉州港 一一输送到世界各地 原本磁器的生产是在景德镇 但是由于泉州港 得天独厚的优势地理位置 让此地也开展了磁器生产 在二十世纪出土的泉州港 磁窑 规模宏大 根据专家估计 可以一次性出产 磁器接近两万件 仅仅是在该地出土的磁器 就已经接近七千件 这还仅仅是一个磁窑的情况 作为第一大岗 必然还会有很多窑 著名的马可波罗也认为 泉州的磁器物美价廉 是最受欧洲人喜爱的家具用品 他还说 印度一切传播运载香料 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 闲邻磁岗 亦是为一切满子商人长治之岗 证明了此时的泉州港 是极大的集散中心 不愧于东方第一大岗 泉州港这种产销议题的模式 首先得于国家政策的支持 没有国家政策的帮助 它顶多也就是一个繁荣的小港口 其次 泉州港经过唐宋发展 该地的基础建设 已经算是相当完善了 社会经济繁荣 技术先进 向于海外 为泉州港创造了登顶的条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 虽然依旧属于封建王朝的范畴 所以该地的贸易 都属于政治性贸易 也就是官府掌控下的对外贸易 是政治造就了泉州港 给了马可波罗口中的 若以亚历山大 孕妇西方诸国者横之 则鼻鼠时微乎其微 盖其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 此城为世界最大两港之一 商人商货聚集之多 己男性有其事赞叹 政治给予了泉州港的心声 但是由于政策的不稳定性 为泉州港埋下了衰落的祸根 成也政治 败也政治 前面说到 泉州港的繁荣 是因为国家不予余地的支持 那么国家一旦没有了对泉州港的支持 会发生什么呢 战争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袁末到明初 三四十年间 泉州港社会秩序遭受破坏 商人已因为中国的战争 不敢再来泉州港贸易 再然后就是明太祖和其他农民起义军争夺时期 陈有亮首先占据了泉州 由于阿波罗人趁元朝崩塌之际占据泉州 并且唯非作戴 所以陈有亮下令 凡西域人尽歼灭之 胡发高鼻有误杀者 避门行诛三日 加速了外商的流失 伴随着部分青红皂白的滥杀 泉州的政治 经济 文化都经历了空前后劫 许多有钱的富商大户都举家迁徙 泉州一栽机 就被抽掉了灵魂 摔落不成样子 如果说圆末的战争是泉州港 没落的主导因素 那么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 就是泉州港彻底完蛋的根本性因素 战争的损害可以弥补 破坏的建筑可以推倒重建 泉州港虽然经历了摧残 但是历史地位毕竟摆在那里 提起泉州港海外商人无一不识 但是如果直接禁止了泉州港的贸易 那么泉州港的衰落就是必然的 明清都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禁止措施 他们为了方便管理与打击猖獗的倭寇势力 在沿海一带禁止百姓出海 也禁止外商进来 一位学者曾提到 1367年蒙古人被驱逐和明朝的当选 把中国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的过程颠倒过来了 中国蜷缩在自己的圈子里切断了对外联系 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 直接导致国外商人进不来 中国东西出不去 当时的海境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明朝政府规定禁止民间使用 拨箱拨货 敢有私下助拨护士者 必称之重罚 就此海外贸易凋毙 清朝时期的海境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山势沿海一带 文武各官严禁商民 船只私自出海 又将一切粮食等项于 逆贼贸易者 即将贸易于人 不论官民巨型 奏文处战 货物入关 严格打击上的走资行业 顺制年间还采用了严格的牵借政策 为了防止沿海居民 货同倭寇 将他们内奸千里 荒废了大量粮田 不说 直接性地将泉州乃至所有地区的海外贸易 全部掐死 并且做出了难以理解的沿海一带 火焚二月惨不可言 兴权张三府 摇慎的事情 曾经繁荣的泉州港也不复存在 烟火万家 逐炉相望 遭此一解 从外地回乡者 百不及一 只望见烟波浩妙 从泉州港的崛起和衰落 我们都不难发现 政治因素永远在主导它的命运 试想一下 如果是市场和民间自发的 发展泉州港的贸易 说不定 如今的大港口不是厦门 也不是十三行 而依旧是泉州港 政治能帮助一个地区走上巅峰 也能让一个地区跌下神坛 我来说不定是一件事 没关系 是一件事 我来说不定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我们都不应该 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那么大人